鬼容 嗨 各位好 我就是愛好靈異事件的寫作人 翻本66 以後每逢星期五 都有機會在怪談66 和大家分享一些鬼故事 希望 不會嚇到大家 山頂中俠道 鬼容 有人認為鬼故事傳聞 越古老就越恐怖 除了可能有歷史背景支持 大概是當你深夜的時候 遇到一個穿著不屬於 這個年代服飾的人 又不是拍起的話 大家就會覺得很大機會是撞邪 阿森是一個愛好戶外活動的 年輕人 尤其愛跑步和爬山 每個星期都會抽一日時間 去享受這些活動 這天他特別選擇在市區灣仔出發 打算沿著灣仔俠道 慢跑到山頂那邊的中俠道 因為早上天氣不穩定 阿森被迫下午4點半才起步 沿途又停下來拍照 不機不覺已經到了日落黃昏 而且周圍還越來越大漠 阿森都不以為意 反而希望可以趁機拍一些 無所香光的照片 但不知為何 越向前走 人就越少 這天的日落好像特別快 有龍毛又加上兩邊的樹蔭遮擋 沿路都變得紛紛暗暗 當他到了中俠道的時候 都跑不夠十步 突然間在前面 大約兩米的地方 他隱隱躍見到一個女人的身影 背向著路邊站在那裡 阿森都沒什麼管理 他繼續跑 誰知跑了二十幾步之後 他同樣又見到一個女人 站在路邊 都是穿著白衫黑褲 他覺得有點奇怪 咦 這麼像剛才的女人 所以他經過他身邊的時候 特別望到一眼 他蒙蒙隆隆看到對方的背影 好像梳了兩條長到落腰的邊 他心想 現在還有人鎖這樣的頭 他繼續跑 但是跑了不夠十幾步 在另一個轉角位 同樣又見到一個 穿著一樣衣服 髮型一樣的女人 又在同一個姿勢 站在那裡 阿森有點惡意 不會是同一個人吧 如果他經過我身邊 我一定看到 而且怎麼可能跑得那麼快 他心裡有點不安 可能他還發現對方站的方向 好像每次每次都有一些轉變 阿森一邊想一邊跑 果然到了下一個彎位 他又見到他 這次他明顯是完全打走了一個身來站 依希還看到四分一臉 不知為什麼他臉是藍綠色的 這一眼阿森覺得心很寒 他加快步伐不斷向前衝 為什麼在前面霧裡突然間 有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了 阿森離不及停步 對方一眨眼已經來到他面前 兩個傷他都不夠一個人身為 阿森嚇到呆了 因為他見到這個女人 是有一塊灰藍色的臉 還燈大對面很生氣地看著他 他眼珠就大到好像 硬要塞進眼腔裡 一條長到不正常的舌頭 在口裡突出來了 令阿森更害怕的是 這個女人的頸是纏著一條麻繩 麻繩的另一端 可以長到垂在背後 左搖右搖 之前他還誤會以為是另一條邊來的 原來是條麻繩 阿森嚇到腳都軟 閉上眼睛 聲音都震了就說 對…對不起 我…我只是路過而已 如果有甚麼得罪 你大人有大量 原諒我…原諒我… 說完沒多久 阿森偷望了一下 前面白蒙蒙一片 甚麼都沒有 他以為鬆了一口氣 誰知同一時間 背後就傳來這個女人的哀哭聲 他嚇到不敢再逗留 好像發了瘋一樣不斷向前跑 但哭聲就一直在他耳邊徘徊 直到他跑到見到有其他徒人的時候 哭聲才笑失 阿森時候雖然沒有大礙 但他就在親戚長輩的口中 聽到一些有關山頂的傳聞 據說在五六十年代 有一位在山頂打工的女傭 因為被僱主懷疑偷東西而辭退了他 但事情就傳出去 沒有人再敢請他 而女傭就覺得很冤屈 所以他就在山頂附近一棵大樹上高上吊興生 可能是這樣冤魂不息 至此就有人見到這個女傭 來不來就在那裡現身 究竟阿森所見的 是不是傳聞中的女傭呢 這個可能永遠都得不到證實了 好嗎 我知道 好嗎 頭燙 巨大樹